今早的AT個股推計是騰訊700 簡選原因是多隻重磅新經濟股份 今個星期會公佈業績 其中騰訊會在11月16日即星期三率先放磅 根據最新彭博綜合預測 騰訊上一季經調整的盈利是301億元人民幣 按年減少5% 收入是1414億元人民幣 按年未跌1% 摩根士丹利說到 騰訊通過改善成本帶動利潤率提升 已經是市場共識 因此收入增長能否轉小才是驅動股價的關鍵 上半年騰訊的核心業務 包括遊戲、廣告、金融 都受到監管和宏觀經濟疲弱 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 在摩根士丹利的基本情況假設下 騰訊第三季的收入按年會減少3% 跌幅和第二季相近 股價的變化將會相對較少 如果視頻號廣告變相進度較預期快 上季收入增長轉正 令投資者對下半年以及明年度的增長前景更有信心 將會利好股價上升 如果遊戲收入增長較預期弱 令整體收入下降超過5% 將會拖累股價向下 策略上騰訊昨天收市升0.9% 到260.6% 本中高建276.6% 經過近日大升後 短期預料有整固 短期上升軌現在處於240元 可以作為短線的只賺虧參考 中線上網3月和8月的前浪底大約是300元 短期間